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继续收看民法概要第二讲 自然人及法人 上个讲次跟各位介绍民法的意义 性质 权利义务责任的意义 民法三大原则的演变 以及民法总值的第一章 法律的三个问题 希望同学要复习 今天我们的内容主要谈两方面 第一个是自然人 第二个是法人 在自然人的部分我们谈四个题目 第一个谈到自然人的权利能力 第二个行为能力 第三个人格权的保护 第四个住所居所 那么在法人的部分呢 跟各位介绍法人的意义跟类别 那么法人的能力 还有法人成立的要件 那么最后谈到法人的消灭 那么我们上个讲次跟各位介绍 民法是规范我们一般人日常生活 重要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 那么法律关系呢 那么就一定要有主体 那么权利义务呢 才有所着落 那么权利义务的主体呢 就谈到人的问题 民法把人分成两种 一个是自然人 一个是法人 那么先看自然人的定义 自然人 由母体分娩而生 具有四肢 五官 灵魂 肉体 存在自然界的人类 那么也就是说 自然就是像你我他 这些有血有肉 从母亲肚子出来的人 那么民法呢 在自然人的部分 那么谈了四件事情 那么第一个是权利能力 那么第二个是行为能力 那么第三个是人格权的特别保护 第四个是住居所的问题 那么先看第一个问题呢 何谓权利能力 权利能力 享受权利 负担义务的资格 那么在民法上 一般谈到能力呢 不是指他具有什么样的技术 大概都是指资格的意思 那么自然人的权利能力 就是自然人享受权利 负担义务的资格 什么时候取得 什么时候消灭 那民法有特别的规定 我们先看自然人权利能力 取得的方法 那么原则上 是人出生以后 就取得权利能力 那么何谓出生 那么简单的说 就是离开母体 而能够独立呼吸的 就叫做出生 那这样的一个自然人呢 就有权利能力 但是有例外 就是所谓的胎儿 胎儿呢 我们把它当作 符合一定的条件呢 我们把它当作 视为既已出生 那么胎儿的 视为既已出生 跟出生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我们看一个例子呢 来说明一下 那比如说 某角死亡的时候 那么留下遗产 一千两百万 那么他还有一个配偶 那么还有两个儿子 A跟B 那么这三个人呢 那么已经出生了 没有死亡 自然享有继承权的资格 那么这个胎儿呢 那么按照原则 还没有出生 本来应该没有继承权 可是我们民法规定 胎儿呢 如果符合两个要件 我们视为他已经出生了 所以这两个条件都具备的话 那么他也有继承权 那么这个胎儿 视为既已出生呢 要符合哪两个条件呢 那么第一个 那么将来 非死产 也就是说 他将来是活着出来的 那么第二个 是关于个人利益的保护 也就是说 这个胎儿 在他爸爸去世的时候 还没有出生 可是呢 那么要替他保留 他应该分到的遗产的一部分 那么等到他出来以后 是活着出来的话 那么追溯到 他在胎儿的时候 那么符合的第一个条件 是活产 那么第二个 继承遗产 是对他有利的 所以如果这两个要件都具备的话 那么这个胎儿自然也可以享受 那么这个一千两百万里面的 四分之一的遗产 这是有关 那么自然人权力的能力 取得的规定 原则是要出生 另外 胎儿呢 符合两个条件 也视为既已出生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 那么自然人权力能力 什么时候消灭 那么原则上 那么自然人死亡 权力能力消灭 那么什么叫做死亡呢 民法也没有明文规定 那么一般呢 就认为 以心脏停止跳动 作为死亡的标准 但同学要特别注意了 有些特别法的规定 那么像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那他就不是以心脏停止跳动 作为死亡的标准 他是以被宣布脑死 作为死亡的标准 那么同样的权力能力消灭呢 也有例外 就是所谓的死亡宣告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死亡宣告的意义 死亡宣告 自然人失踪达一定期间 法院应利害关系人申请 法院宣告 失踪人死亡的制度 那么从这个地义呢 我们大概可以把它解剖一下 那么要符合四个要件 那么才可以宣告死亡 那么第一个要失踪 那么什么叫失踪呢 就是自然人离开他的住所地 那么生死不明 应去渺茫 叫做失踪 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期间 那么一般人失踪呢 要满七年 才可以申请死亡宣告 那么八十岁以上的人 那么满三年 就可以申请死亡宣告 那么遇到特别灾难 那么只要一年 那么第三个呢 要有利害关系人申请 那这里所谓利害关系人呢 包括了继承人 那么检察官 那么配偶等等 都可以向法院申请 那么法院接受申请后 要公式吹告六个月 那么在这个六个月当中呢 没有人出来表示反对意见 起满了以后 就由法院宣告 那么这个失踪人呢 死亡宣告 那么符合这四个要件 就产生什么样的效力呢 那么简单来看一下 死亡宣告的几个效力 第一个 就推定他死亡 那么什么叫推定死亡呢 就是说那么这个自然人 他可能不见得是真的死掉 只是因为失踪了相当的时间 那么法律呢 就把它当作死掉 既然是推定 所以如果有反证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推定推翻 那么第二个效力呢 是有关那么死亡时间的推定 那么一般来说 就是以判决内的 那么时间的最后时间 作为死亡的时间 比如说一般人失踪要满七年 那么假设有一个人呢 在民国九十一年 九月二号失踪 那么满七年呢 就到了九十八年的 九一二号的五后十二点 就是死亡的时间 那么第三个 那么有关权力 义务消灭发生的问题 也就是说因为被宣告死亡了 那么这个失踪人的财产 就变成遗产 那么他的财产 他的遗产呢 就由他的继承人来继承 那么他跟配偶的婚姻关系 也跟着消灭 那么这是死亡宣告的 那么最重要的几个效力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 下面的问题 那么有关行为能力的问题 那我们先看 那么什么叫做行为能力 行为能力 法律上能独立基于己异 取得权力 负担义务的资格 那么到这边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待会儿跟各位介绍行为能力的三种状态 那么行为能力呢 有三种状态 那么第一种叫做有行为能力人 那么哪些是有行为能力人呢 有两种 第一个满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 那么第二个 未满二十岁 已经结婚的 那也是有行为能力人 那么第二种呢 叫做限制行为能力人 就是说 七岁以上 未满二十岁的人 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第三种 叫做无行为能力人 那么无行为能力有两种 第一个是 未满七岁的人 第二个是受监护宣告的人 那么什么叫监护宣告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监护宣告 对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的人 只不能为或受意思表示 或不能辨识其意思表示的效果 而由法院为监护之宣告 使之为无行为能力的制度 那么监护宣告呢 是民国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三号 那么新公布的修正的法律 那这个部分呢 在九十八年的十一月二十三号 才正式施行 那么取代了过去的 那么禁制产宣告 所以这个部分呢 要请同学特别注意 那么监护宣告 要具备几个要件 那么第一个 那必须是因为精神障碍 或者其他心智缺陷 以至于不能唯意识表示 或者受意识表示 或者不能够辨识意识表示的效果 那么第二个要件呢 必须是因为本人 配偶世亲等内的亲属 或者最近一年 有同居事实的亲属 或者检察官 或者那么主管机关 或者社福机构 向法院申请 最后呢 由法院来宣告 那这样的一个制度呢 叫做监护宣告 那么监护宣告 最主要的效力呢 就是使这个受监护宣告的人 那么变成无行为的利人 那么第二个 要替他设一个监护人 做他的法定代理人 那这个是一个新的制度呢 那么请同学要多花点时间 去了解他的内涵 那么接着 我们来看一个实用小锦囊 那么35岁的某甲 是受监护宣告人 那么有一天呢 他心神回复正常 那么做下列的法律行为 效力为何 那么第一种情况 这个某甲呢 向银行借钱 并且以土地设定抵押权 那这很简单呢 那么他虽然 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 那么神志已经恢复清楚 可是呢 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 他没有申请撤销 监护宣告之前 他还是无行为的利人 所以他不能做这两种行为 那么第二个问题 这个某甲呢 那么像某乙购买汽车 那同样跟第一个问题的 那么理由是一样 那么他没有撤销监护宣告之前 他还是无行为能力人 他去做这个买卖汽车的契约行为 也是无效的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 自然人的第三个问题 有关人格权的保护的规定 我民法呢 对于自然人人格权的保护 那有两个方面的特别规定 一个是消极保护 一个是积极保护 在消极保护方面呢 有两个条文 第一个能力不能抛弃 也就是说 那么自然人不能够抛弃权力能力 也不能够抛弃行为能力 即使你是心甘情愿抛弃 在法律上呢 也是等于没有抛弃 因为它是无效的 那么第二个消极保护的规定呢 是自由不可以抛弃 那么自由抛弃 这个行为也是无效 但是要注意的 自由是可以限制的 但是限制不能够违反公序良俗 违反公序良俗的自由限制 也是无效 那么在积极保护方面 有三个权力 那么第一个 那么是除去侵害请求权 比如说 那么八卦杂志呢 那么散播一些 那么毁谤民迷欲的事情 你可以请求这个杂志呢 不能够发行 要销毁 那么第二个是 预防请求权 比如说 有人要散布一些不实的传单 还没有散布 但是可以先禁止它散布 这是防止侵害的请求权 第三个 损害赔偿请求权 那民法对于 那么人格权的侵害 那么造成财产损失的话 可不可以请求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那么如果法律有特别规定的话 那么除了财产损害以外 还可以另外要求 精神上的损害赔偿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实用小锦囊 那么某甲跟某椅呢 结怨很久 那么有一天晚上呢 那么看到某椅跟柄女 那么进入汽车旅馆 那么甲就浅入江 以柄优惠予以录影 那么事后呢 频频对某柄呢 透露影片 那么柄呢 不堪其扰 精神痛苦万分 请问 那么柄可否请求甲 赔偿其非财产上的损害 那么这个题目呢 这个某甲就侵害了 柄的民喻权 那么民法的规定呢 我们对于民喻权的部分 那么除了财产损失 可以请求损害赔偿以外 还可以另外要求 那么卫辅金 就是所谓的 精神损害赔偿 也就是所谓的 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 自然人的第四个问题 住所 那么住所是自然人 法律关系的中心地 我们民法上呢 把住所分成三类 那么第一个是议定住所 那么什么叫议定住所呢 就是由自然人 主观上面的意识 想在某个地方 长久居住 然后客观上面也住下去了 这个就是他的住所 那么自然人内心主观的意识呢 有时候很难去了解 所以实物上有个变通的办法 那么这个自然人的户籍地 是在哪里 就推定 是他的议定住所 那么第二种叫做法定住所 就是说 这个住所呢 并不是自然人 自己的意思决定的 是按照法律规定的 比如说 未成年人子女 就以他的父母亲的住所 作为他的法定住所 第三个叫做 迷智住所 就是说这个人 住所地所在不明 或者因为特定的行为 那么的地方 就把它把这个居所呢 当作住所来认定 所以居所跟住所呢 主要区别就在于 住所有久住的意思 而居所呢 没有久住的意思 那么到这边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那么待会再给各位介绍 那么住所的效力 那么住所的确定呢 在法律上有很多的作用 我们这边简单的提三点 第一个 那么确定失踪的标准 我们前面提过 一个自然人 离开住所地相当时间 生死不明 音讯渺茫 可以宣告死亡 所以这个 确定失踪的问题呢 是以住所地为标准 那么第二个 那么确定 债务旅行地的标准 换句话说 债务人要清偿债务 要向哪里清偿呢 要向债权人的住所地清偿 才有清偿的效力 第三个 那么诉讼法上的效果 那么原告要去告被告 要到哪里告呢 要向被告住所地的法院 去起诉 那么才有 那么法院才有管辖权 好 这是有关 那么住所的效力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 那么第二个大单元 法人的部分 那么法人的地方呢 我们民法的条文 有41个条文之多 分成三个部分 通责 社团 财团 那这个部分的规定呢 那么大多数是 技术性的规定 理论比较少 所以我们简单的 综合几个大的问题 来跟各位做综合的说明 那么第一个就来谈 那么法人的意义 跟种类的问题 法人 依法以人或财产为基础 所组成 而享有权力能力的团体 那么这种团体呢 它完成一定手续以后 我们民法呢 也把它当作人看待 那么接着我们介绍 法人的类别 那么法人呢 依照不同的标准 它有不同的分类 我们先看第一种 法人依照法律的不同 那么可以分成 公法人和司法人 那么所谓公法人呢 顾名思义 这种团体呢 是依据公法所设立的 比如像地方自治团体 农田水利会 那么这些团体就叫公法人 那么公法人呢 不是我们民法要详细说明的部分 那么什么叫司法人呢 就是依照司法设立的团体 那么像社团 财团 都是司法人 那么第二种标准 是以这个法人 设立的基础的不同 可以分成社团和财团 社团是以社员为基础 那么财团是以捐助财产为基础 那么像公司 就是一种社团 各种学术性的团体 就是个社团 那么财团呢 那么像 那么私立学校 私立医院 那么等等 就是财团 那么第三种标准呢 以这个法人 目的来分 那么可以分成 公益法人和盈利法人 那顾名思义 公益法人呢 是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的团体 那么盈利法人呢 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团体 那这边要跟各位特别说明的 社团可以分成 公益社团和盈利社团 而财团只有公益财团 哪些是公益社团呢 那么像农会 工会 以及各种学术性的团体 它是以人为基础 但是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哪些是盈利的社团呢 像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有限公司 那么这个都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团体 那么哪些是公益的财团呢 像消费者文教基金会 那么私立学校 私立医院 经过登记的寺庙 都是财团法人 这是有关法人的那么类别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 法人的能力的问题 我们先看第一个 法人的权力能力 法人这个团体 有没有权力能力呢 原则上 他只要设立登记完毕 废纸登记之前 他原则上跟自然的一样 有享受权力 负担义务的资格 但是有两个例外 第一个是法令上的限制 比如说 像公司法规定 公司的就不能够去做 那么保证人 剥夺他做保证人的权力能力的资格 他不能去做其他负无限责任的股东 那么第二个限制是性质上的限制 也就是说 有一些专属于自然人的权力能力 这个法人就不能够享有 也不要负担 比如说自然人有生命权 有健康权 那么这个法人呢 他在性质上 他不可能有生命权 也不可能有健康权 所以这个部分的权力能力就受到限制 然后法人的第二个能力 就谈到行为能力 那法人有没有行为能力呢 这个团体 他自己不会讲话 也不会写字 但从民法规定的 法人一定要设懂事 做他的代表人 所以懂事的行为 就等于是法人的行为 所以法人呢 也有间接的行为能力 那么第三个谈到 法人的侵权行为能力 也就是说法人 有没有侵害别人权力 要负责任的资格呢 那本来学说上呢 有争论 在我们民法上 这个不成问题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民法28条 规定的很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28条的内容 他说 法人对于他的懂事 那么或者其他 有代表权的人 那么因为执行职务 所加于他人的损害 于该行为人 连带负赔偿责任 那么从这个条文呢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晓得 那么他既然要负连带责任 所以法人呢 自然也有侵权行为能力 否则的话 他就不需要负责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 司法人的成立的问题 司法人成立呢 简单的 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他要先设立 那么盈利的这个法人 那么设立呢 我们才准则主义 那么公益的法人呢 我们才许可主义 那么第二个步骤呢 要依法 如果依照民法 那就按照民法的规定 依照特别法 比如说公司 就依照公司法 那么第三个呢 就要去完成登记 按照民法成立的法人 要到法人事务所所在地的法院 去办理登记 那么公司呢 依照公司法 就要向经济部 去办理登记 这是第三个问题 那么法人的第四个问题 那么有关法人的消灭 那么法人呢 有了解散的原因 那么这个原因呢 有社团财团 共同的原因 还有社团特别的原因 还有财团特别的原因 有这个原因以后 那么法人人格还没有消灭 要清算程序完毕了 那么办理了 清算登记了 那么法人人格才正式消灭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实用小锦囊 那么甲乙丙丁等七个人 那么集资新台币两亿元 那么有益呢 那么成立择一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从事预售屋和新建 出售出租的业务 那为了谋取利益呢 那么常务董事兼总经理 谋已违法开发三坡地 偷工减料 那么没有做好随土保持 以至于购屋者呢 刚刚搬入 房屋就发生军裂的现象 请问 第一个公司设立程序如何 那么第二个董事长 能否将所购买的土地 办公室房舍登记在公司名下 那第三个 购屋者能不能请求 甲和乙的跟公司一起付 连带赔偿责任 那么简单的说呢 那么公司要设立的话 它要符合 那么公司法的条件 要办理设立登记 那就可以成立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那么董事长 某甲是代表公司的人 那他做这些行为呢 那么自然对公司发生效力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那么常务董事 某一来做了违法的事情 那么就由常务董事呢 跟公司一起负连带责任 那么董事长对这个部分呢 不需要跟公司一起负连带责任 那么今天呢 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 那么下一次来跟各位谈 有关务跟法律行为的问题 谢谢各位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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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